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喂 老许 那儿怎么样 票买到了 他们已经进去了 那我就放心了 事情干得漂亮啊 看来咱俩这隐秘战线的战友应该撤了 好好好 我先帮忙 你帮忙 我看来不见 这是要多久 在哪儿 我先帮忙 我来帮忙 我来帮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 怎么了 怎么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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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 怎么了 血 血 怎么了 受伤了 我看看 孩子 孩子 谁 谁家孩子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怎么了 一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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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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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在这儿 这儿的妈妈东西 我 我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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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 我飞行 我拿一条那边 好 别 别 别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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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给薇薇买的营养品 帮我看看 少没少什么 不少不少 买的是真够起的了 让薇薇好好吃 好好补补身子 这头颜月啊 最关键了 你可得照顾好了她 一定 这是我闺女 这烧给薇薇的 这是饱胎药 我闺女啊 回那时候就吃她了 特别地好 谢谢啊 这方面你是我的老师 你比我有经验 以后我可少不了请教你啊 没得说的 你闺女就是我闺女 你孙子就是我孙子 只要用得着我的电话 我随叫随到 你孙子就是你孙子 我孙子就是我孙子 谁的孙子也不能给别人当孙子 我孙子就是你孙子 医生 我是大姨妈来了 对啊 不用担心 你一切都还给我 这里是这么的 我们一切都可以 这么多的 你还会儿 在这个阶段里 他应该看 我怎会儿 这么多的 我就马上 他这个阶段里 他甩了 我从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媳妇这个情况 我每天都见过很多 我很确定 我给你开些调精的药 你们呢 也自己找找自己的原因 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情 导致了精神异常 是不是家里人逼得你们要孩子 所以压力有点大呀 有 看吧 你这个时候就别扯 这些没用的了好不好 就是你爸 怎么 怎么 全都来了 我们早就坏了 都扯着我吧 孩子没了 张大夫 这是三床的账单 顺差 我们可能只是说 acontecer 现在干什么不花钱 这个是顺产 还算少的 药是剖腹产可不止这些哟 行了 我给你们俩开了一些调精的药 今后呢 一定要避免精神过度的紧张 还要少吃良性的食物 否则光吃药也是治标不治本的 明白了吗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小猪 这件好看吗 好看 这颜色是我喜欢的 但这款式我平时很少穿 不是特别喜欢 那你试试这件啊 你身材那么好 腿又长 穿这件可能显得会更加舒服一点 这是我喜欢的款式 对 挺好看的 外面可以搭这种小西装 看起来会更加有衔一点 我最喜欢穿西装了 你看我身上都是这种 西装式的套装 别想到你还这么时尚呢 我 我胡说的 那就买这两件啦 行 行 好的 那我来吧 别别别 我自己来 服务员 这两件帮我打包 谢谢啊 来 服务员 手机可以支付吗 可以 好 谢谢 他刚才 这个 这个我也要了 好的 你看 他们多幸福啊 老婆 你也不用多想 孩子咱们接着要呗 我是有点失落 但是 老公 几万块的生产费 真的是把我给吓倒了 所以说 现在生个孩子 不能只有毅力 得有强大的财力才行 老公 你说 咱俩现在 适不适合要孩子 你什么意思啊 你看 咱俩花钱大手大脚的 每个月发了工资 养活自己都困难 更何况养个孩子呢 再说了 这孩子生下来 我又不想给家里添加负担 你说这精神压力 和经济压力得多大呀 把手伸出来 抬高 冲向我 默契 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啊 你说咱们俩刚刚结婚 咱们不也得先享受一下 二人世界啊 这么早就要了孩子 咱们的生活质量 必然地下降 其次 你说咱们俩 跟着受苦也就罢了 不能孩子一出生 也跟着咱们受苦吧 是不是 所以 我们得好好工作 把生活质量搞上去 你放心 就凭你老公这智商 不只是适合查阳 还会赚钱呢 说不定过几年 我就会飞黄腾荡 到时候你就做阔太太 咱们就生她一窝 生一堆 生一堆 谁拦着我 我就跟谁急 行 王主任 王主任还吹上了王主任 小致 小致 累了吧 电影快开始了 饮料我也买好了 一会儿我们直接进去吧 我知道你现在是特殊时期 等能喝凉的 所有买的热的 小心点 别烫着了 烤汤马鸡朵 你也爱喝啊 焦糖马鸡朵 没想到 你心还挺细的 居然连我特殊时期都知道 我说 我 我说过吗 对啊 你刚才不是说 特殊时期让我喝热的吗 心真血 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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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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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说了 撑就好 没事 你想吃啊 咱们去吃啊 你看我胃都吃了一饭 是 挺想怀孕的 跟您讲 特别想怀孕 爸 爸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 你 不回应啊 你先干哪儿呢 不回应啊 你提前说一声 不回应啊 我还带这么多东西 我 我 你帮管我 扶着点许位 她是孕妇 我用得着你帮吗 对对对 好 对对 爸 那我 等会你说 爸 你喝水 有茶吗 没有 医院检查怎么样了 最后一顿 那个爸 怎么咔子了 百 ANDRE 哪个凑碗 有点干 我 知道 Itu好 医生说什么 有问题没有啊 王 王少说 你说 好 我 说呀 爸 喂喂 其实 谁呀 敲门敲得真是时候 王闯家是吗 您的快递 哪儿的 温州的 来 先啊 温州一下吧 对 谢谢啊 好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 打扰了 这一样人说还是得过进口的 我这些安台药和营养品 别想着吃啊 我跟你冯大爷咨询了 怀孕前三个月 非常重要 要多吃水果和蔬菜 补充叶酸 要不然孩子容易得咯喽病 葳葳他妈生葳葳的时候 哪有你们现在的日子好啊 那时候有一瓶 黄桃罐头就不错了 你看现在 你看现在 营养多好 想吃什么都有 是不是 营养不好容易生女孩 营养充足就容易生男孩 自然界倒是有这种现象啊 温度 决定下一代的雌雄 人类会不会营养 也会影响生男生女啊 爸爸 生男生女是由男性的 基因决定的 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别总给我们那么大压力呀 尤其 别给王闯那么大压力呀 我没给你们压力 这不说到这儿 我就想起这出了 我们老许家三代单传 到我这儿 俩女儿 当然了 我这两个女儿 一个比一个优秀 还一个比一个漂亮 尤其魏委长的项目 是 可是人生难免有遗憾哪 爸 以后您就把我当您儿子 我就是您亲儿子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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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真孝顺我 就把你的油嘴滑舌的毛病 变成实际行动 好好照顾薇薇 现在薇薇怀孕了 我可要看你表现了 别忘了结婚的时候 跟我发过的事 别以为薇薇怀了孩子 生没煮成熟饭了 这事就算了了 你要是对薇薇不好 我可饶不了你 爸爸 你让人王丑说句话呀 行了 不用说这么多了 我就看你行动了 您这就走了 那个 爸 照着我说的做 比什么都强 行吗 您放心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照顾贝贝 您 您走吧 那就行了 您慢点啊 慢走 爸 说你啊 我怎么知道啊 我一看你爸那兴奋劲 我这嘴就不好使了 那现在怎么办呀 怎么怎么办 这 这 这东西怎么 怎么吃啊 什么怎么吃 吃什么呀 不吃啊 现在你爸正热心高涨 我要是跟他说你没怀孕 他得把我弄死 就是因为你怀孕了 他才原谅我 我 这 我 行 行 行 我这还行 今天这时机确实不适合说 走一步看一步吧 你 行 行 今天的音乐会真的太好看了 这笔票应该很难买吧 这都不算什么 能跟你在一起 我才幸运的 对了 今天在商场 你没买到另外一件衣服 我已经买下来了 都在这里边呢 真的 我看你穿着挺好看的 尝试一下这种风格也不错啊 从来没有哪个男人像你一样 对我这样呵护备质 我除了说谢谢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要说谢 不要说谢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都知道 我希望像现在这样 一辈子在你身边呵护你 我到家了 我到家了 你很晚了 你快回家吧 好 那你先走 你走了我再走 我都到了 你先走吧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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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我们磨叽奇探的收视率 一直上过去 这是什么原因 首先 我们要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小壮 小文 包括你们几个 手机能不能关掉 不好意思 我先接个电话 你们继续讨论 喂 小月 不容易啊 你怎么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了 要请我吃饭 是啊 但今天不行 改天请你吃饭 我有事要求你啊 就是你上一次 带我去吃那个麻辣小龙虾 地址发给我好不好 我今天想带那个小猪 去尝一尝 行 那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那谢谢你啊 改天请你吃饭 别客气 拜拜 咱们不会吃这个吧 对啊 小致 这小龙虾可是在阴沟里吃垃圾为生的 这怎么吃嘛 这样 那是以前 现在的小龙虾特别干净 都是热口干净的 人工养殖的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跟您想法是一样的 但是吃过之后啊 保准你欲罢不能 走 小致 咱 咱 走啊 你就相信我吧 别动了 这 吃饭了 好烫 你也吃啊 你也吃啊 对了 你是怕烫的吗 对了 我忘了 等我一下啊 老板 来了 来了 这个糖啊 跟醋 搅拌在一块儿就可以去辣 我试试啊 来弄啊 都不太会花 来 你试试嘛 来 你试试嘛 小致 我 我算了 算了 算了 你相信我 真的挺好吃的 你尝尝 小致 我之前看过一份资料 里边说呀 这小龙虾是以淤泥和垃圾为食 他还有个外号 你瞧瞧 何底蟑螂 你 这 这 这简直就这一盘重金属和鸡成虫 虫混合物嘛 这怎么吃啊这 我 尝尝 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意思啊 我做实验忘了时间了 不陪我运动就算了 吃个早饭还要吃饭 我都饿死了 下次不会了 我保证 我们叫吃的吧 咱们就在这儿吃了是不是 对啊 你看这里的早餐很工夫的 我想吃油条 我们叫油条吃吧 老板 来两个油条 老板 等一会儿我们想好再教你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他们家店面装修 然后你再看那老板的衣柔打板 你就不能看出来 他们家店其实利润率很低的 所以说炸油条用的油一定是反复食用的 你再看那老板的方位去 从他的个人卫生来看 他揉面之前洗不洗手都很难说的 所以呢 所以这油条不能吃啊 这反复使用的低沟油 满是细菌的面 这里边大肠杆菌 吸肉菌 螺旋包菌 肯定样样超标 你吃这样的油条 跟你对垃圾有什么区别 人家都在吃 那我跟你说一个我们之前做过的实验吧 那我跟你说一个我们之前做过的实验吧 用高温加热的油脂饲料 胃食大白熟几个月 你就会发现它有胃损伤和乳头状瘤 同时还有干瘤 肺腺瘤 那我可是亲眼见过的 不吃油条了 喝粥 好吗 老板 给我两碗粥 谢谢 好嘞 粥来了 来 再给我拿两张筷子 稍等哈 你这是干吗呀 我对中国的食品安全还是不太放心 我总觉得他们家终于有问题 以后咱们吃的每一样菜 我都会亲自替你取氧化验 然后选取食材更为洁净 搭配更加健康的饭店以及菜色 这咱们以后吃饭也方明了吧 你们这是干吗呢 嫌我这不尾声啊 爱吃不吃 你看着没他心虚了 他怕我检查出他的周里有问题 这样吧 我们去吃你爱吃的早餐好吗 那我带你去另一家早餐店 那我带你去另一家早餐店 来 走吧 来 来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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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来 你做工庙 Sterl 一顿饭的功夫 你再忙也能挤出来 是不是 就算我求你了 你好着做到底 人家小猪第一次来家吃饭 我那手烂菜又拿不出手 怎么不让人笑话呀 就算你不帮我 算是帮小致 总行了吧 老许 我今天真过不去了 我还有会 我先挂了啊 不好意思 好 小 小 小致 小致 对不起啊 我今天特意来为丁天早上 早饭的时候让你生气来道歉的 你原谅我吧 算你还挺有诚意的 我没你想得那么小心眼了 我早就不生气了 不就是吃个早饭吗 好了 好了 你别板着腿 没事了啊 那就好 这儿长情不错哎 小致 这个不适合你 你说过了 你只喜欢奇形短角 你还试试这个吧 这个多好看 来 两位需要喝点什么 有没有可喝 焦糖马气朵 好 两杯 好的 其实我想喝卡布奇脑的 为什么每一次都要喝焦糖马气朵 这是你最喜欢的呀 也是 姐 我亲爱的老姐 你看看 人家把你的喜好 爱好 一件件一桩桩地放在心上 这说明什么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人家是真的喜欢你 在乎你呀 那不能因为喜欢永远都不变嘛 永远都顺便几样嘛 反正策没记 姐姐 你放轻松好不好 好好谈恋爱 享受 我们回答再说 好吗 放轻松 拜拜 小致 这是你想吃的 炒酸奶 这以前可没听说过你喜欢吃这个呀 偶尔也可以尝试一下新鲜的东西嘛 如果你不是 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呢 是 可是尝试就意味着要冒险的事 冒险就意味着失败的概率会非常大 挺好吃的 你说它这么凉 为什么说是炒酸奶呀 它是炒的吗 它 它这个运用的是一种快速制冰的原理 就是让酸奶凝固成块或片状 然后用铲子将它与制冰机表面分离 然后盛入碗或杯中 它的成品看着更像是冰淇淋 只不过是加工动作 更像是炒菜 所以才叫炒酸奶呢 原来是这样啊 你要不要尝一口 小致 你知道它的加工原料 其实也不是酸奶 因为它里边 根本就不含有氏酸乳干菌 它只是加了卡辣椒之后 变厚或凝固的牛奶罢了 就像现在流行的老酸奶 说白了 小致 其实你现在吃的 就是一堆塑料 塑料 不是吧 你看人家里边又有水果又有坚果 你尝尝试试吧 你不试你肯定不知道好吃啊 是 你看着它是里边有水果和果酱 哪都是一堆色塑料 吃吧 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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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摸摸小致 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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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金毛真可爱 小致 你别摸摸 别摸摸 为什么 咱们中国的狗有百分之八十 没有上过户口 这百分之八十在狗里边 它有百分之七十 没打过一秒 没你说那么可怕 你看它多可爱 你别摸摸 你知道 这百分之七十当中 它 它 它得狗瘟的概率 它 它是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你知道吗 你好像没有什么爱心 我这只是一种自我保护 如果生活里 什么都防护戒备 什么都要靠数据证明 那真的是太枯燥 太乏味了 那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科学的出现 其实是为了更好地 去指导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美好的 如果每一个人 都能多一点的科学知识 科学常识 那他就会 很正确地去辨明真伪 这样我们的生活 岂不是会更加地健康 更加地有品质 小致 你怎么这么乖呀 喂 你怎么这么乖呀 好乖 好 好 那我马上回实验室 小致 我实验室突然有点急事 要 要 不我 行 那你先去忙吧 但是晚上别忘了去我家吃饭 我们家人全等着你 好嘞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好嘞 真乖 红尚 狮子侯 哎 来啦 新装 吃饭鱼 哎 来喽 白鼠 第一围虾 咱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许 你干吗去啊 念在你是孕妇 先吃牛肉干吧 客人没来之前不能动筷子 我给你撕开 谢谢 谢谢 等着吧 等着 这周小文什么意思啊 电话也不接 我下午再三嘱咐了 千万别忘了这事了 也许路上耽误了 咱再等会儿吧 我们可以等 孕妇不能等啊 维维 你先吃吧 别管她了 没事 不用了 我下午加过餐了 王朝给买的大披萨 大 大披萨 爸 爸 他下午加过餐了 不差这一会儿咱 再等一会儿吧一起 你去吃牛肉干吧 嗯 Burns 唉 不怕 哇 奶奶 老师 冰 车包拌搀 你再给周伦打个电话 不吃了 老许 老许 那我们先走了 爸 我和王庄也回去吧 那那行 这些菜都没吃呢 这汤是我专门给你炖的 别热着去 不用了 你吃饱了 对 你吃饱了 孕妇吃饱了吗 肚子里的孩子吃饱了吗 吃 老许 真不饿了 你餐厅还有工作没做完呢 你真该回去了 什么工作还让孕妇加班啊 那 那要不这样吧 你给我带点东西 我回去吃 再晚你这公交车都没了 那也行 每道菜拿回一半 重点是这个汤 一定要带回去 来 爸 昨天为什么没来吃饭 为什么没接电话 你是故意爽约的吗 小周我不是故意的 我手机调精英放储物柜了 我根本没有听见你电话 你现在还在狡辩 对 朱尔文 我昨天是怎么再三叮嘱你的 你怎么可以把这件事情 忘得一干二净 小致 这个实验对我来说 真的很重要 这样你先回家 我做完实验以后 立马找你给你解释 没错没错 工作要紧 你别吵了 我回头给你解释清楚就好了 走吧走吧 喂 老许 怎么了 谁谁也不能接电话 为什么不能接啊 接 老早 老许 没什么事 有我在你放心吧 什么都不会发生 我先挂了啊 小致 你这是在无理取闹 这是实验室 这是科学的圣地 我无理取闹 昨天雷达知道你来吃饭 忙活了一下午 做了一大桩子菜 我们全家人等了你三四个小时 家里还有个孕妇在 你不来就算了 一个电话都没有 你现在还在这里以致虚状地 说我在无理取闹 你太过分了 难道我们一家人的诚意 都比不上这个实验馆吗 小致 你先把事果放下来 你把我培养的业果放下来 我不 你 是 不 没事吧 李永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